我記得你小時候喜歡吃雪糕紅豆冰 給我一杯咖啡吧, 麻煩你 對了, 長大了, 還吃什麼雪糕紅豆冰 我也是, 麻煩你 我真的想不到你會主導來找我 剛才在門口見到你的時候 我只以為我眼花 我今天來找你, 有些事想問清楚你 我知道我當年放棄 我報了去找你, 是我不對的 當年的事, 爸爸都跟我說清楚了 我不是想知道這些事 我今天想知道的是 美雪是不是早產嬰? 不是, 我們投了這麼多個月 為什麼你要這樣問? 你和爸爸離婚之前 有沒有試過有外遇? 沒有, 絕對沒有 沒有, 我跟你爸爸在一起的時候 我絕對沒有做一些對不起的事 我和他離婚之後才和阿慧在一起 美雪是87年四月出生 是你和爸爸離婚之後八個月多一點 如果你真的十月懷胎生美雪的話 那就是說 你和爸爸離婚的時候 就已經有了美雪 而更重要的是 你現在這位先生, 他是不能生寶寶的 對嗎? 爸爸知道這件事嗎? 這件事之後我和阿慧知道 我連美雪我都沒說 你怎麼可以這麼自私的? 二十多年, 你不單瞞瞞著美雪 你還瞞著爸爸 我承認我這樣做是很自私 但是當年我和你爸爸 拜託離婚手續的時候 我才尊諒我游了 我很想告訴他 但是當時他已經不想我再見你 阿慧, 我已經沒了你這個女兒 我不想連我肚子裡一個都沒了 阿慧很鼓勵我把我寶寶生你 最難得的是 他對美雪好像親生女一樣那麼愛惜 你叫我怎麼不如告訴美雪 阿慧不是她的親生爸爸 美雪長大了之後 我有想過將這件事告訴他 但是我想想他和你爸爸 一點感情都沒有 如果知道阿慧不是你親生爸爸的時候 他有什麼反應 我一直都很小心地保守你的秘密 但沒想到這一天, 終於來了 媽媽寫了, 媽媽 媽媽, 你怎麼好像要吃回手舍一樣 你擔心爸爸嗎? 不用擔心, 他有我的同事照顧 他們有沒有說什麼? 老爺, 沒了, 報告還沒出 應該也沒什麼 我知道了, 爸爸不在家 你是不是覺得很悶呢? 吃了東西了嗎?我煮東西給你吃 不用了, 陪我坐一會兒吧 好啊, 這個時間有電視劇追的 我陪你看一會兒 好啊, 這個時間有電視劇 原來你就是我的親生爸爸 爸爸 爸爸 其實有時候戲和人生都是差不多的 那一段時間你兩個爸爸 就出現了, 你會怎麼樣? 怎麼樣? 不錯, 有兩份零用錢 就是這麼簡單嗎? 怎麼?媽媽, 你是電視劇面輝月下來 這麼緊張? 不跟你說了, 真的很累很樂 我待會出現樓再陪你 爸爸, 喝杯茶 怎麼樣?今天脫下爸爸, 裝茶陪醉 對不起, 我今天去了找媽媽 你長大了 你找誰有你的自由, 爸爸不會阻止 爸爸, 其實我去找他 不是代表我原諒了他 我只是想去求證一件事 看來這件事很重要 關於我們家人 什麼事? 我在醫院看到一些資料 我懷疑美雪不是姓洪的 爸爸 美雪 怎麼樣?今天說得怎麼樣? 吃了藥, 現在好多了 是呀, 你媽媽一個人在家裡慣不慣 還有, 學校搞不搞好嗎? 媽媽在家裡煮湯, 她兒子會過來 你想知道, 你兒子問她 還是我不好 她最近心情這麼差, 我不可以陪她 還要她擔心我 你們倆真是模範夫妻 你擔心她, 她擔心你 正式顧著大家, 又不顧著自己 你放心吧, 待會我下班 我會早點回去陪媽媽 你就留在這裡好好休息 我會早點回家做你二十四季的老公 知道了, 黃弟女 伯父 醫生 醫生, 沒什麼事吧?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沒什麼事, 有小姐, 你弄錯了 楊聰, 你寫錯了一些東西 我沒弄錯 難道我看錯了? 沒什麼事吧? 沒什麼事, 小姐, 技術問題 你怎麼問正的? 之前的神經外科也是這樣 轉移來避療科也是這樣 我沒有, 我一做事不知多膠帶 為什麼阿Wing也賺我, 你不信買阿Wing 你膠帶? 膠帶就不會記錯了所有東西 我都說沒記錯了 你不信我也沒辦法 你不服輸嘛, 那你再問一次波體 怎麼了?你害怕嗎? 那我幫你問, 我跟著你 爸爸, 你再說一次給楊醫生 你之前有沒有患過什麼病 做過什麼手術? 沒有, 我沒什麼病, 都沒做過手術 不過我小時候就試過生炸塞 感染到膏丸發炎 怎麼樣?不是跟我現在這個病有關嗎? 那你之前的醫生有沒有告訴你 你會導致阿毛精症 將來不可以有小朋友 美雪真的不是你的女兒? 對不起, 美雪 我們騙了你這麼多年 美雪, 你也在嗎? 什麼事? 那個女兒什麼事都知道了 媽媽, 到底親生爸爸是誰? 是誰嗎?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了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了